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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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匍匐在地表的苔藓似乎最为卑微 但它们的作用足以赢得丛林的尊重 它腐蚀岩石带来土壤 分解植物带来营养物质 为森林中的植物营造生存的环境 在神农家,以巴山冷山为主的高山原始森林 为栋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 松鼠和金丝猴是生活在这里的主要动物 它们在觅食的同时 把植物的种子传播到各个角落 为植物的繁衍创造了条件 温润保湿的苔藓 是种子可遇不可求的生长摇篮 巴山冷山幼苗 扎根在苔藓中 它必须把握住机会 尽可能生长 每一分细微的生长 都将会为它争取到长久生存的机会 从种子到幼苗 巴山冷山 只有一万分之一的存活几率 即便是幸运的扎根于苔藓 在萌芽初始的几年里 冷山幼苗很容易夭折 它们需要呵护 在它身边 超过三百岁的祖辈 用它枝繁叶茂的高大身躯 一层层遮挡直射的阳光 过滤紫外线 为西夏的子孙 营造出舒适生长环境 生长在海拔两千至三千五百米的巴山冷山 占神农家森林面积的百分之十六 它如同一个高山守望者 不仅塑造了高山森林巡落 同时也呵护着生活在同样海拔高度的动物们 对于宾威动物川金丝猴而言 巴山冷山不仅仅是栖息场所 更是他们耐以生存的家园 而是他们的封面 正在乎产生产生长 每一年都会在这一年都会有 在这一年都会有的 单位的名字 不仅仅是栖息场所 虽然是栖息场所 有点免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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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免得不可